是绝对值 绝对值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首先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绝对值的写法的话呢 它是一个栅栏 把一个数字包在里面 那绝对值的意义是说 如果说数字是正的 它本身是正的 它还是正的 如果它是负的 那它就会变成正的 那同学要知道这里的负A指的是正A 因为如果说A是小于零的话呢 加了负号的话呢 就会变成负负得正 会变成正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来介绍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 两个数字的话呢 相减加了一个绝对值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它表示的是 两个数字之间的距离 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个例子的话呢 是假如说 一个数字是三 一个数字是一 那么我们两个相减的话呢 它的距离是二 如果说我们是使用的是 在数线上面来表示 我们来看 三的点在这边 一的点是在这里 我们的话呢 两个边的话呢 如果两个一相减了以后 这两个的距离 三减一是多少呢 是二 于是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距离的话呢 的算法的话呢 它是要利用绝对值的一些技巧 无论说一减三还是三减一 答案的话呢 都是二 我告诉各位同学的话呢 如果说是用距离的方法来算的话呢 来说的话 是要用绝对值这个技巧 现在我来做一个绝对值方程式的一个例题 我们来看看这个例题 这个例题是 2x减一的绝对值 等于5 那我们如何去解这个x呢 我们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 绝对值里面的话呢 这个绝对值是5 它有可能答案是5 或者是负5 那怎么去绝对值呢 来我们第一个情况 第一个2x减一本身就是5 那我们的话呢 利用一项过去 如果同学的话呢 对一项不熟悉的话呢 我们等号两边同时加1 那么于是2x的话呢 这个加1了以后就抵消掉了 等于5加1是多少呢 6 于是x是多少 x两边除2 于是x答案是3 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我们还有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 2x减一的绝对值是5 2x减一有可能是负5 做法是一样的 我们两边同时一起加1 2x减一就会等于负4 于是x等于负2 我们就解了这个方程式 这个绝对值方程式答案有两个解 一个是x等于3 一个是x等于负2 有的时候的话呢 绝对值会出现的是不等式的情况 那不等式的情况 我们要怎么样去做呢 我们的话呢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 求不等式 这个绝对值要大于5 那么同学要思考的是 第一个情况 我们来把它的所有情况 列出来给同学看 第一个的话呢 绝对值要大于5 首先第一个 它本身就比5大 那么我们的话呢 一样的话呢 跟等式一样 解法完全一样 我们两边的话呢 同时加1 2x大于6 于是x是多少呢 x是大于3 这是第一个的 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介绍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呢 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看的是绝对值比5大 那么我们的话呢 如果去掉绝对值 它应该会比谁还更小呢 它比负5还要更小 它会比负5更小 因为它是负6负7负8 这样子取决对值 它会比5大 两边同时加1 于是我们的答案是x两边同除2 于是x是小于负2 那么这样的答案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写呢 如果说我们是用区间的表示方法的话呢 我们来看 x是大于3 我们的话呢 这个地方是没有3 我们这边的话呢 画一个空心点 然后的话呢 比3还大 那么我们就在它的右方 画一个箭头 如果比负2更小 那么我们的话呢 画了一个空心的点 比负2更小 是在它的左边 我们的话呢 要移过来 如果的话呢 各位同学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那如果以区间的写法要怎么写呢 各位同学的话呢 我们前一个单元有介绍过区间的写法 我们的写法是这样的 我们一律是由左到右 左边的话呢 是到多少呢 我们要写的是 负无限大 逗点 到几呢 到负2 圆瓜湖 然后的话呢 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用一个符号 叫做union 连击 这个是三 我们三道 无限大 我们这样的写法的话呢 就可以表达了这一题的解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介绍了 绝对值的一些意义 以及应用 还有一些例题